来 三号的嘉宾你好 问一下你会做饭吗 做饭不会 天天饭店呢 三顿饭店 对 生活习惯了 生活习惯了 从小到大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天天在饭店吃饭呢 我现在有自修金 三千三 那你够吧 你一个人够吧 够 如果要是说你找另一半 你这些钱能够吗 买人看吃什么 我想问一下 你在一天三顿隔外边吃 一般一天要花掉多少钱去吃 二十块钱 六公路对 你知道煮大米饭的时候 需要放水吗 知道 一十半 然后做菜先放油 知道吗 知道 那我啥不会做 炒鸡蛋不会吗 那会 不喜欢做饭 三号女嘉宾你会做饭吗 会呀 就是对于这种 一点一点一点都不会做的人 能接受不 接受不了 我不喜欢 起码的就是说在一起 如果我要是不来家了 你个儿就是连饭都做不了 那不是这样 要学很快 在网上你就做什么菜 做什么做 因为他现在自软 他没有动力学 对 他要是两个人在一块了 就会有动力去学一下是吗 对 现在就是没有事了 就学做饭嘛 教务 行可以 这个可以接受是不是 对 我跟你讲 现在男士不会做饭的太少了 做不住 简单的 你需要是 蒙个大米饭了 这行 谁都会蒙 大米饭是电饭锅门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你不去做好水呀 除了门大米饭啥菜做过 炒白片的木耳的什么糖牛蒂花了 现在就是吃饱就行 那你就是说 东王西忙就做些饭的 而且他现在还在打份工 所以他日常的生活就是我们像我们这样上班的状态 他就是算糊弄吧 对不对 叔叔 对 那您渴望家里边开饭吗 渴望 非常渴望是不是 晚上晚上那一做 我跟你讲我们家吃饭是怎么的 我在我老婆婆家吃 就是晚上吃饭是一种仪式感 所有人必须到齐才能开饭 然后坐在那四点八碗全放好 大家坐在那就是吃饭 就是这种氛围特别重要 所以我一般情况下 能不在外边吃就不在外边吃 一定要赶回去吃这个晚饭 那么多幸福 是不是非常幸福 你好 主持人 男嘉宾 你好 男嘉宾 你这么不爱说话 以后不会冷战吗 冷战 不会 那你会哄人吗 对 没哄我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那你惹到了就生气呗 你要是不惹我不会生气 那我出来都不会改呗 行 您生气点说呢 咋又生气了呢 您会生气吗 你的语调不管你是生气也好 高兴也好都是这个语调是吧 对 所以说他非常生气地说一说 你咋那么气人呐 也是这样的是吧 对 您把我这句话重复一下 你咋那么气人呐 你太实惠了 一般不生气 二般的时候 二般也不生气 三般也很少生气 人生有啥生气的 我是四号阿姨啊 我听你的声我听出来是凤琴阿姨是不 对 你说心里话 他也不喜欢性格慢的人 他不知道为啥 今天遇到你之后他嘴下留情了 按理说他遇到你这么慢的人 凤琴阿姨你应该是属于鸡闹型的 对 你咋不鸡闹呢今天 不鸡闹 咋的慢吗 太老实了 太老实了是吧 咱你说跟谁吵架 你骑风对手 男嘉宾性格行不行 四号女嘉宾 行 挺好的 如果刚才那种方式哄你 你能笑脸不给个 能 可以是吧 来谢谢我们秘室里边的四位女嘉宾 跟四位女嘉宾已经沟通了 发现咱们秘室里的几位女嘉宾 性格还都挺好的 而且觉得你这个人虽然是说话慢 但是对你评价还挺高的 咱们男嘉宾 这个帅气劲的确特别打人 所以咱们四位姐姐对你赞赏有加 尤其从一号姐姐开始 都把你归到那么可爱的一个动物里面 本来叫树塔 人家叫树懒 树懒是什么呀 后面那个懒子感觉特别可爱 特别可人 所以咱们也觉得都叫树懒了 足见他对你的这样一种喜爱 另外一个中间谈了那么老多 但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咱们四号姐姐了 那样的一个人 你说对别人那个狠 但是对于你来说 人家是温柔以待 我觉得这个反差有点大 所以我比较好奇 如果他真的能够上来的话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所以我觉得一号和四号 可能是对你的热情都要高一些 我呢是感觉 叔叔在舞台上这个十分钟有点闷 你说谁都希望晚年生活特别的有乐趣 然后我觉得要是从这乐趣来讲的话 我就觉得想给你推荐 那张阿姨 我觉得她呀真的能带动你 而且性格超级开朗 我觉得不管是说带着你学乐器也好 还是说带着你出去旅游也好 还是带着你去逛街呀散步也好 这个女人就能打开你的心扉 你跟她在一起 最起码你会变得更开朗 不会不至于现在生活变得这么沉闷